年这个爱恰他我希望呢比如几年 那你也不能太多年了 大概顶多就是八年好了 那逻辑上特别主要 第一个一样是那个用application.info box 请问你要输入几年输入之后的话呢 他会得到一个比如说八 那你接下来做什么 基本上那个逻辑这样 知道他八年所以我就先怎么样先把那个 其实应该 第一步啦特别之后 第一步应该是先把这个里面的资料先清空 因为如果你没有清空的话 将来会 怕你清掉的那个 就是年年数跟底下的资料不符合 所以第一个 我会先把什么 先把里面资料清空 那其实清空最简单的方法就call什么 call计算清楚就好 先呼叫他一下 call他对啊 先帮我把资料清空 清空之后呢给一个info box 请问一下你要起 这个请问输入要几年 好吧 假设他八年都要做什么 基本上一 先把旧的这些签删掉 先把这个这个签全部删掉 然后删完之后的话呢 再去帮他跑 八年 八年的话就一 二三一直到这边 五六七 八 OK好 就帮他再跑完 所以基本上 我的做法大概是这样的 就是先把旧的删掉 再加上去 不过因为动作太快了 你根本看不到 他有删除的这个 这个动作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第一个一样先插入个程序 程序部分的话 我名称就这样粘好了 OK 所以第一个先call什么 计算清楚 那因为计算清楚前面有写过 就是把里面叫清空 然后输入什么呢 请问一下你要几年 所以用application.info box 这个前面用过 然后呢 抓到之后先放一个x 这个变数里面指的就是说呢 我将来要产生 多少年 OK 那多少年要怎么产生 第一个大家先把旧的删掉 那旧的怎么删掉呢 一样嘛 forJ 等于第2栏 到最右边一栏 所以forJ等于第2栏 到最右边一栏 然后做什么呢 把里面的资料帮我清掉 那里面的资料是第几列呢 第3列 哪一栏呢 第2栏 第3栏 所以他会一个一个怎么样 也帮我清清 有没有这个地方就是把里面的资料 这个 这个 这三行之一样就是 把这里面的资料清空 那可是清空完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做什么 输入几年 所以再来就是输入forJ 等于第2 第2栏 一样从这边开始 到 第几年呢 特别说这个地方 假设他输入8的话 那 记得这个地方就是后面请你再加1 为什么要加1 因为我们是从第2栏开始 这个是从第2栏开始 前面不是从第1栏开始 所以 变成最后面8的话 基本上 他的栏数是9 所以你势必要先要把那个8加了1之后 他才会刚好2 到9 刚好其实就是 等于是8年 OK那所以 我就把这个资料呢 输出 那输出的话 输出年的话 基本上就是 如果我用J来看的话 从2开始 所以我输出的话是第1年 那必须把2给减掉1 再丢到我现在要放的位置 就是他的第3列的 J栏指的是2 所以就把1 放进去到第2栏 再来 换下一个 J就等于3 3的话减掉1 2就丢到这边来 一直类推 一直到8年 OK就 分别把那个捏的部分给全部都丢 所以基本上 我们大概就是4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直接呼叫 计算清楚 然后 一个一个在做 那 利率部分的话 底下这个利率 利率其实道理很像 请输入利率 假设我1.5好了 那我是每那个0.125 一码 当成一个兼具 所以 这一题利率就比较稍微难一点点 他的逻辑跟刚刚是一模一样的 1.5% 那基本上第1个也是先清除 Core 计算清楚 第2个做什么呢 一样做刚刚的动作就是 Input Box 比如说我给他到1.5 1.5 那就帮我转成1.5% 第3个就清掉资料 清除的话 就是 For I 等于第4列 一直到往下 资料全部帮我清空 清空完之后呢 在每0.125 帮我呢 假设1.5的话 那你要怎么样 刚刚刚好输出 就是 0.125 一直到多少 刚刚好就要 到 1.5%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总共的 这个 这个总共 我来看一下 撰写方式 直接来看一下 这个 前面都一样 所以这个应该没问题 清除的话 For I 等于第4 到最下面一列 全部清空 输入年 恐怕最难的应该在这里 那你应该要每0.125 那每0.125的话 其实就是 等于1的话等于是 除以8 1除以8 每一个就0.15 所以这边 我是用8 有没有乘以8 比如说1. 也就是说呢 0.125 等于是八分之一 所以For I 等于4到 多少 X 如果X假设 我们是用2 输入2 2乘上8 那就是0.125 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 总共这个一个区间 这个总共8个 那如果还要在2的话 那不就是一直在往下 这个再有个8 对不对 所以就是 2乘上8 那为什么要加上4呢 因为我们是从第4列开始 上面这个部分的话 你要把它往下 拉 所以你这个加3一定要加 如果没加的话呢 那后面 就会少了3 3个 少3 OK 那输出的话呢 基本上呢 就是什么 输出到A版 输出什么东西呢 这个地方I的话 记得把它减掉3 为什么减掉3呢 因为呢 我们要从0.125 开始 那预设值是4嘛 你不可能说4 乘上0.15 那不对 乘上0.125的话 那他就怎么样 乘上4的话 那变成0.05 从0.05开始 不对 从0.5开始 不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 一定要先把那个I减掉3 再来乘0.125 那他就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 所以做完之后的话呢 假设我这边按下利率 输入2%的话 按确定 有没有 刚好就2% OK 然后3 3% OK 所以你这个利率要多高 当然就有多高 OK 但因为这边没有去设定说其实的利率 所以其实利率一定是0.15 但如果说你将来要修改的话 可能你自己再去把逻辑稍微修改 一下 那当然 后面就一样做计算 接下来就是计算框线 这个增加框线 增加框线跟 清除框线前面都讲过 只是差别就是说这个框线 可能你要注意几件事就是说 你必须要跟着什么呢 利率 比如2% 框线也要只能到这里 OK 如果利率 假设利率是1% 那你将来 增加框线也只能到1% 所以这里 比较特殊的 就是 要去追踪什么 他最下面一列 跟 最左边的 的位置 OK 那增加框线前面有教过了 所以 就是两行程式 第1行就是他的Style 我们用预设的连续线 第2个颜色的话用红色 那比较特殊的是在这边我们现在看好了 因为有些部分前面讲过其实最重要 就其实只有两行 Bolder 的LightStyle 等于连续线 Bolder的Color 等于红色 那只是说特别主要那个Range 那我应该要给他的这个Range 应该是从 哪一个储存格到哪一个储存格 那这里的话基本上呢 这个跟这个其实这上面跟下面这两行的Range 其实里面放的Style 我们前面呢 当然 写法我们可以用双女号 前面有一个就是双女号什么 比如说这个储存格是B4 一直到 那个I的多少 I的11 可是如果你今天用那个 这样的写法 B4 冒号 I11的话 你要去追踪那个列 跟蓝 恐怕有点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 用另外一种方式 Range 钱瓜糊 你会发现呢 你的第二种表现方式你可以给什么 给两个Sales 那第1个Sales的位置在哪里 基本上第1个Sales的位置比较固定 他一定是在 B4 所以你这个储存格你可以写一个B4 那B4的话如果用Sales来带的话一定是Sales先列 所以4列 B栏 OK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比较简单 这个就比较复杂 那请问一下你那个 也右下角那个储存格的位置在哪里 Sales 那我就跟他讲说 最下面一列 跟 最左边一栏 那最下面一列跟最左边一栏 其实就是这两行 上面这两行 第1个 我可以用追踪的吗 我可以从A4的这个储存格向下追踪 然后追踪到的结果呢 帮我放到一个变数叫R里面 那最左边 最右边栏的话 那我可以用从B3 从B3这个储存格向右追踪 追踪之后的那一栏 先丢给这个C 所以基本上 增加框限之所以会 知道说我们最左边一栏跟最最右 其实就是靠这两 靠这两行 先帮我们找到 我们要的那个位置 然后呢再把这两个数字呢 带到Sales的 哪一列 哪一栏 那不就刚刚好 就是我已经知道最下面一列跟最左边 最右边一栏的位置 然后呢再去把他的 这个LIFESTYLE 隔线给加上去 再把他的隔线的颜色 给改改变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那我就可以怎么样 很快的把我的隔线 框线给加上去 那清除的话呢 其实顾名是清除比较简单 清除的话 实际上就是把那个BORDER 点LIFESTYLE 等于X or not 把它清除掉 OK 清除的话其实就是把它 其实前面好像有讲过另外的清除方法 你BORDER 里面如果你要清除的话 我记得好像 点 ColorIndex 我记得好像 ColorIndex 等于 X or not X or not 其实用这样的方式 也可以清掉 在那个框线 印象中好像这样的方式 也OK 用ColorIndex来清也可以 或者是说你 你可以 把那个LIFESTYLE把它清掉 也可以啦 两种方法 印象中这个是之前有讲过的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 增加 清除 不对 ColorIndex 这里的话 ColorIndex 如果没有 BORDER ColorIndex 之前我们是写的ColorIndex 等于没有 ColorIndex 等于没有 在这里 为什么不能清 清掉这个范围呢 变成这边 不然我们就用原来的方法了 这个LIFESTYLE 用LIFESTYLE 等于什么 XLNUM 其实我记得 可以把ColorIndex 改成没有 这个再看看好了 OK 如果LIFESTYLE LIFESTYLE就可以 所以清楚的话 用LIFESTYLE 似乎在这边 OK 那可能的原因应该是 在这边有增加LIFESTYLE 所以如果你要清掉的话 还是用LIFESTYLE把它改成没有 那这样的话 可能 可能 就是遇到问题会比较少 出啊 那有可能是因为LIFESTYLE部分有 有变动过 那颜色 这个再看看好了 因为我刚用ColorIndex 不行 OK 这里的话 想各位试一下 刚刚主要 一个年 一个利率 再增加框线跟 清楚框线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